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名字叫做烈日酌心 影片讲述的是三个小伙子犯罪后自我救赎的故事 七年前在福建某地 三个年少的小伙子由于懵懂无知 造成了一家五口的灭门案 而且还把人家姑娘给强奸了 故事发生之后 三个少年虽然成功地逃脱了警方的视线 但是这桩案子也成了当时震惊一时的灭门大案 这三个小伙子分别叫做新晓峰、杨自道和陈比诀 时间一晃七年就过去了 这七年之间 三个小伙子一直背负着这么一桩命案 他们一直生活在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当中 如今造化弄人 三个背负着罪名的小伙子 如今都有了正当的职业 新晓峰在厦门的一个派出所里 成为了一名维护正义的辅警 杨自道成了一名正常的出租车司机 而陈比诀却因为案子发生后的一次意外事故 伤到了眼睛 如今只能在一家水产养殖厂里 给别人看守鱼苗 七年来 他们三个人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 整天都在深深的负罪感中 苟活在这个世界上 虚无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也许是处于深深的自责和良心的不安 他们三个人共同收养了一个叫做小尾巴的小姑娘 也正是这个小姑娘的到来 成了他们三个人在这世上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希望 他们三个人自己心里头也明白 事情终将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等到终于只包不住火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也就该和小尾巴说再见了 但是谁也不知道 这一天多会儿才会出现 直到警察伊古春的出现 让这三个平平淡淡过生活的小伙子们 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伊古春是一名即将从福建调到厦门来工作的警察 而他也正是当年负责福建灭门案的警察之一 灭门惨案由于几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 所以也成了伊古春的一大块心病 说来也巧 就在伊古春来到厦门的当天 杨子道开着出租车 正好拉着一帮劫匪 伊古春作为一名警察 警觉地发现了事情的异样 但是等他下车查看的时候 杨子道为了自己不跟警察打正面交道 于是撒谎骗过警察 放走了劫匪 而此时更巧的事情发生了 伊古春恰巧成为了辛晓峰的上司 在一次两个人执行任务之后 辛晓峰被伊古春敏锐的神经 深深地震撼了 于是辛晓峰决定尽快辞职 然后做好小尾巴的善后事情 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是由于小尾巴一直患有心脏病 而且医院诊断书 表示小尾巴如果再不做手术 就活不过半年了 本来想要把小尾巴送人的杨自道 在辛晓峰的坚持下 他们还是决定把小尾巴留在自己的身边 继续坚持一段日子 而另一边的伊古春在和辛晓峰配合之后 他发现小峰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面对小峰提出的辞职 伊古春努力地挽留小峰 但是随后伊古春就在邪警宿舍 发现小峰抽烟后 用手把烟泯灭的毛病 而敏锐的伊古春立马就想到了这个手法 一般只有惯犯才会习惯用这种方法来抹去指纹痕迹 没有办法的辛晓峰迫不得已 只好搬出了邪警宿舍 和杨自道另外租了一个偏僻的房子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偷听狂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通过偷听自己的房客聊天 来了解别人的秘密 恰巧房通还通过了窃听器 偷听到了两人关于当年灭门惨案的事情 随后 由于街上发生了一起抢击案 充满正义感的杨自道 主动帮助受害人和歹徒搏斗 并且拿回了包裹 这一帮不要紧 主要被抢的这个姑娘 不仅是伊古春的妹妹伊古夏 而且伊古夏还疯狂地爱上了杨自道 在和歹徒的搏斗中 杨自道也不幸受伤了 但是他坚决不肯去医院 而是自己给自己包扎 随后 为了不让伊古春怀疑 在一次任务执行当中 小枫给伊古春制造了他们兄弟三人 都是同性恋的假象 因为同性恋是不会强奸杀人的 不过伊古春也确实被迷惑了 然而此时伊古夏不干了 他故意色诱杨自道 想要看看他是不是同性恋 这次 杨自道不打算骗这个小姑娘了 就把全部的事情都告诉了伊古夏 但伊古夏为了爱 想要帮他们保守秘密 随后 伊古春通过跟踪伊古夏 找到了他们的居住地 而且还发现了房东的窃听设备 明白了全部的事情 最后 金晓峰和杨自道被执行注射死刑 陈比诀失踪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在电影的结尾 七年前案件中真正的凶手被绳之以法 陈比诀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伊古春成了小尾巴的新爸爸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分享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